自动驾驶中 请注意力量 以前嘛也就在视频中见过这种无人快递车 没想到现在连我们这种三线的小线程也投入使用了 各位狭路相逢勇者胜 司机和这个无人快递车相对而行 本身道路就比较窄 结果还是司机退了一步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说这位师傅不让这辆快递车的话 真不知道这辆快递车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但是不得不说 这快递无人车起步真的很稳 在休止的过程中 与人和车都保持相对的安全距离 毕竟是在小区里面 道路比较复杂 既然人家都敢开进小区 说明这技术真的是很成熟了 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 见这种无人驾驶的快递车 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 估计再过几年 可能连快递员都不需要了 小车虽然不大 但是四个轮子跑的却真的很快 本以为像这种复杂的路况 它可能会走得慢一点 但是人家一要油眉就穿过去了 里面就是一个快递一站 不觉得这家伙是来送货的 不管是倒车还是转向 是在语音播报 而且声音还特别响 车顶的四个角 估计就是它的雷达和四摊头 估计还可以卫星定位 这一幕知道这家伙在马路上 怎么过红绿灯的呢 像这种无人快递车 目前应该只是送货给快递一站嘛 如果说哪天能把快捷直接送给客户 那就太方便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无人快递车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感谢各位 下期我们再见